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19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读报 我是Jennifer 菲律宾强人总统杜特尔特 19日突然对该国军方下令 占领所有争端岛屿 此命令改变其上任以来 搁置南海主权 争取中国合作的态度 目前没有进一步消息 证实菲律宾军方已经动作 向有争议岛屿动手 据联合新闻网援引南华早报消息 杜特尔特已命令军方 占领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菲律宾 所有岛屿 并加强起防御力 以宣扬该国的主权 他说这是一场控制该地区领土的竞赛 应该在菲律宾在南沙群岛 所拥有的9至10个岛屿 礁石和浅滩上行建公事 报道称 自杜特尔特上任后 搁置前总统阿基诺三世 对中国采取友好立场 争取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和赠款 但是这位强人如今改变了语调 说现在该是时候在那建立建筑物 并升级菲律宾国旗了 并表示 我已下令武装部队占领所有岛礁 至少让我们了解我们现在的情况 并在那里强调它是我们的 东部时间周三晚上 美国会众议院通过了 对总统川普的弹劾条款 指控他滥用职权和阻碍国会调查 川普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 第三位被弹劾的总统 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 众议员以230票对197票 和229票对198票的结果 分别通过对川普的两项弹劾条款 投票安党派划分 显示出国会在这项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其中有两名民主党议员 对第一项弹劾条款投了反对票 第二项弹劾条款 遭到三名民主党议员的反对 国会参议院将在明年1月 进行弹劾审判 预计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 不会把总统定罪和罢免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稍早已表示 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在投票开始前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称川普是美国民主的威胁 让国会别无选择 只能弹劾他 川普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共和党众议员克林斯表示 决定川普的命运现在应该是选民的事情 而不是众议院在他2020年 寻求连任前不到一年的时候弹劾他 众议院弹劾投票进行时 川普正在美国中西部密西根州的 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说 他抨击了民主党人的弹劾努力 并称赞了共和党的团结 还提到有三名民主党众议员投了反对票 在美国243年的历史中 之前只有两位在任总统被众议院弹劾 分别是1998年的比尔克林顿和1868年的安德鲁约汉逊 但参议院经过审判 并未将他们定罪和罢免 川普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寻求连任的 贝克弹劾总统 复旦大学拟修订学校章程删除思想自由等字眼 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和热议 而立场通常清官方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则警告说 追求极限的政治正确只会事与愿违 目前微博知乎微信等中国社交网络平台上 对复旦修改章程的批评声音已经基本被删除 只留下大量的赞扬言论 不过少量的难以被算法自动识别的隐秘批评 依然在评论中未必删除 而在中国境内无法正常访问的推特网站上 中文用户对此次负担章程的修订 则呈现一边倒的批评态势 例如为中共服务写尽了章程 连遮羞布都不要了 本来也是挂羊头卖狗肉 现在直接狗头了 还有用户拿复旦大学的非官方校训 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开涮 指出删去了自由之后 复旦大学就只剩无用的灵魂 出乎意料的是 立场通常亲政府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在其个人新浪微博账号上发帖 提醒各地的一些干部们 民主自由这些词汇 都是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的内容 如果有谁觉得核心价值观里的某个词刺眼 有必要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回避 那么我认为 一定是他们的认识出现了偏差 千万不要为了追求极限的政治正确 而客观上引起群众的反感 反而制造的隔阂 侵蚀了社会信心 应当防止粗糙的意识形态工作 蹊跷的是 胡锡进的这条微博暂时存活至今 就在中美两国在第五代通讯5G技术的 全球部署中争夺主导地位之际 美国政府官员和产业领袖 对华为等中国公司 在国际技术标准制定机构中地位篡升 产生了危机感 与此同时 由于担心美国对华为技术出口制裁下的法律后果 许多美国公司和技术人员对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组织小心翼翼 一些人士评述 美国针对中国公司的禁令 反而给国际组织中的美国带来了寒蝉效应 12月17日 美国务院负责通讯科技事务的最高官员 罗伯特·斯特雷耶表示 华为等中国公司在3GPP 国际电信联盟等制定5G通信技术规范的各种全球组织中 占有越来越多的决策地位 这让美国政府和企业领导感到不安 美商务部今年5月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 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 而这项禁令的广度 让包括5G行业在内的许多美国科技企业为难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托马斯·杜斯特·伯格 12日在《财富》杂志撰文说 禁令的范围可以包括公司代表和工程人员之间的随意交谈 笔记交换 电子邮件 以及在国际技术组织标准制定过程中涉及的技术讨论 美国芯片制造商高通公司工程部的高级副总裁苏珊·阿姆斯特朗表示 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出口禁令 对在3GPP等标准制定组织中活动的美国公司产生了寒蝉效应 美国公司代表在这些标准组织中回避与华为等公司的任何合作 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CEO约翰·纽夫表示 技术人员在这些标准制定机构里 有时他们必须要一名律师坐在旁边 告诉他们哪些可以参加 对此 美商业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认识到了这一问题 今年5月下旬颁发了一个临时许可证 允许美国企业在制定5G标准必要时与华为合作 但这一特选在8月失效 因此 很多公司仍然不愿意冒着行之起诉的风险与华为打交道 另外 格林南国音电信运营商Telegrillan当地时间周四宣布 该地区将选择瑞典的爱立信 作为未来5G电信网络建设的合作方 中国的华为落选 路透社的报道说 该公司的执行长周三表示 他并不认为华为有可能成为格林南的5G供应商 爱立信从各方面来说都是适当的选择 直此 中英联合声明发表35周年之际 英国外向拉布19日发表声明指出 香港正在经历回归中国以后最混乱动荡的时期 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协议明确表示 香港的高度自治与自由50年保持不变 包括言论自由 司法独立与法治权利 对于香港的繁荣与生活方式都至关重要 中国一直将英国对香港危机的批评 吃为干涉内政 并指中英联合声明走入历史 不具备任何现实意义 拉布强调 英国非常认真严肃看待这些承诺 保证香港未来成功与稳定的唯一方式 就是尊重这些承诺 经由有意义的政治对话 解决香港人的合理担忧 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超过6个月 并爆发多次紧密冲突 截至本月16日为止 遭到逮捕的人数是6105人 超过了目前正在香港监狱服刑的人数 据1984年12月19日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宣示 香港1997年从英国殖民地回归中国之后 仍然可以保持高度自治 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50年不变 美国警方表示 一名中国公民当地时间周三 因试图非法进入美国总统川普 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别墅而被捕 这是今年第二个中国公民在海湖庄园被捕 棕榈滩警局在一份声明中说 56岁的卢静试图进入庄园 受到保安人员的阻止 声明中这样描述 他又回来开始拍照 此时棕榈滩警局采取行动予以扣押 警方披露 卢女士的罪名是在私人住宅附近六大徘徊 他要求聘请律师 同时这位女士的签证已经过期 事发时 川普总统和他的家人都不在庄园 媒体报道说 预计川普将会在本周五回到庄园过节 并在那里住两个星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了就此时的提问 他说他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中国政府要求其公民在外国要遵守当地的法律 不要有违法行为 今年3月 一位叫做张玉静的中国公民 自称是庄园某一会员的女儿 而混入庄园后被发现 33岁的张玉静今年9月出庭受审 被认定犯了向联邦官员撒谎 和非法进入私人住宅两项罪名 判刑监近8个月 在张玉静被捕之后 川普曾对媒体表示 对于海湖庄园的安全问题并不担心 他也形容这起事件为小差错 不过部分民主党人士及政府监督组织则表示 外国政府可能利用海湖庄园 作为接近川普及其核心幕僚的渠道 中国两名外交官遭美国驱逐 30年没有过的事 中国外交部隐瞒了三个月 直到美媒捅出来 才痛斥美方要修挫 有网民问 三个月的时间干什么去了 现在才小题大做 有分析指 这是中国外交官 战狼式风格受挫的一个明显标志 法广的文章指出 明明人家说了前面是禁区不能禁 中国外交官还要禁 大约闯惯了 让人家出动消防车拦住 还自我辩护说 没有听懂警卫的音语 中国驻美的外交官 情报官听不太懂音语 让人无法相信 美方认为 他们试着闯 看能否闯过去 能走多远 再试探底线 这两名外交官是真的有点战狼 就是说在行动 而且是在美国的土地上 然后被驱逐了 但一般中国外交官的战狼行为 更多是口头上的 产生的反作用很大 比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言 总是七股股响当当的 彪悍辛辣 华春莹最近的发言 就被指为典型的 战狼式外交语言 12月11日 记者就媒体报道 中方威胁 如果法罗群岛 不与华为签署5G协议 中方将取消 与其签署的自贸协议仪式 华春莹却质问提问题的记者 你是不是觉得 中国还处于这样一个时代 接着说 美国可以满世界抹黑 打压攻击中国 而我们连名字都不可以提 更不能还罪 我告诉你 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记者是提问题的 否则就不是记者 但如今 北京的外交发言人 常常是直接对着记者而来 其实 中共战狼式外交语言 从外交部长王毅 到中英大使刘晓明 比比皆是 最新的一例就是 中国驻瑞典大使贵从有 引起驻载货反感 瑞典给铜锣湾书店店东 遭北京扣押至今的贵民海颁奖 贵从有公开威胁瑞典 要实施经济制裁 结果遭到瑞典 两个在野党提出要求 将贵从有驱逐出境 理由是 他以贵民海事件 直接威胁瑞典 北京战狼式外交模式 其结果就是 引起西方社会反感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今年针对32国度 一项调查显示 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 与日剧增之际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好感度 却没有同时增加 而明显下滑 美国高达60%的民众 对中国持负面观感 以上就是本期 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